第二题,整数的话,这里其实跟之前一元一次一样 以前是一个主角,现在就是两个主角而已 现在就是两个主角 第一题怎么写 -5x加9y减3加上后面是-7x减2y加1 所以去括号,所以它就会变成-5x加上9个y减掉3 减掉7个x减掉2y加1 括号前面是正,就直接脱掉嘛,对不对 所以-5x减7x叫做-12个x 9y减2y叫做加7个y -3加1减2 好,第一题应该都能答对啦 除非你的前面基础非常不稳 好,再来第二题 3等一下要乘进去 加上两倍等一下也要乘进去 所以第一个,你知道3跟正2都得要乘进去 来哦,123,123 所以乘进去就会得到6x减3y减9 OK 正2乘进去会是-2x 加上4个y减掉2,稀不稀啊 6x减2x就叫做4个xx -3y加上4个y叫做加1个y -9减2-11 OK 好,第一题第二题都很轻松的搞定了 好,再来我们来看第三题 第三题是谁乘进去啊 -4乘进去 再加一遍哦,是-4乘进去 那后面是-2乘进去 所以记得那个负号要一起放进去 负号要一起放进去 来,继续展开 -4x -4乘正4,那就是-16y 再来是负的12 负2乘进去是负6y 加12个x 再加上10倍 好,所以这等于什么 负4x加12x 好,这边 我们做个记号 负4x加12x叫做负 8个xx 负16y减6y 负16y减6y 最怕就是你正负号错误了 负跟负合起来叫做负的22个y 好,那最后 负12跟正10 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叫做负的2 细心一点 这都是非常基本的题目